废柴小子喝了千年俱莽的血 获得绝世造化 一身内功深不可测 身上如铜墙铁壁刀枪不入 喷出赤龙魂一招击飞仇人 就在一天前 他还是个手无腹脊之力 连武功都不会的人 小子是大力国皇子段玉 虽然段家武功厉害 但他只爱读书 想着以文治天下 但是段正纯对儿子的想法很不满意 催促儿子习武 一个月后要考他的武功 母亲舒白凤也苦口婆心地劝导 段玉无奈答应 带他们走后 段玉想试试没有武功能否行走江湖 第二天他溜出皇宫 在路上看见少女被一群蛇包围 见状立马伤前之干 不料却被少女狠狠抽了两巴掌 原来这些毒蛇都是少女养的 段玉眼看少女与毒蛇为武 十分不解便想要离开 少女见段玉是个书呆子便拦住了他 想要和他交朋友 少女名叫钟灵二 两人做起了交易 钟灵二教段玉武功 段玉则教钟灵二念书 随后两人便来到一处空地练武 可无奈段玉的武功实在太差 几次都被钟灵二摔在地上 段玉最后实在不想练了 想要放弃 钟灵二告知段玉有一个能快速练成爵士武功的办法 就是去找朱富莽 那是一条千年毒蛇 专吃千年鹿融合人参 只要喝了他的血 就能催动内力运行功力大增 段玉听后兴奋极了 便和钟灵二相伴去寻找朱富莽 半路两人不慎闯住了毒蛾派的地盘 毒蛾派善用毒 帮助司空玄更是心狠手辣 每个弟子入门派时 都要饮下五毒夺命汤 段玉和钟灵二被毒蛾派的人围了起来 钟灵二放出毒蛇 毒蛇紧紧地缠住了他们的身体 段玉和钟灵二后退中踩中陷阱 两人被俘虏 危机之下 钟灵二甩出一条金灿灿的大蛇 大蛇钻进了司空玄的身体 司空玄疼得痛不欲生 钟灵二此时提出一个条件 就是放段玉离开 他把碧雪蛤交给段玉 嘱咐他去找香药叉求助 自己则被毒蛾派抓住 段玉不会武功只好听从安排 他一路上打听香药叉的消息 从路人口中得知 香药叉是一名女子 名叫慕婉清 传说他美得如同一朵勺药花 心狠手辣的好像母叶叉 去找他的人没有几个能活着出来 段玉害怕了有些犹豫 在客栈吃饭时 听到隔壁吃饭的江湖人士 想要杀了香药叉 便决定去向慕婉清报信 相信他不会以德抱怨 最后段玉在石谷镇 终于找到了慕婉清 哪知他被刚才的江湖人士尾随 几人随即对慕婉清放出狠话 想要杀了他 段玉连忙告知中灵二的处境 希望他能够去救中灵二 慕婉清得之后 没有时间去和仇家纠缠 用透骨剑几招便放倒了他们 随后连忙拉着段玉去救中灵二 慕婉清骑马带着段玉 段玉坐在后面 觉得马骑得太快 叽叽喳喳 被慕婉清打了几个巴掌 还被他扔下马 慕婉清没管他 自己骑马去救中灵二 终于赶到了独鹅派的地盘 听闻来人是想要杀 司空玄和弟子们有些害怕 不过还是壮着胆子影战 慕婉清拿出透骨剑 一顿激光扫射便把几人打倒在地 此时段玉也赶来 他掏出辟邪哈 将一人堵倒在地 在二人的相互配合下 成功救下了中灵二 中灵二谢过二人后 便回到了万劫谷去了 在中灵二离开后 黄袍人的小弟月苍龙赶来寻仇 黄袍人与段正纯有着深仇大恨 当年段玉成欠下肃笔风流债 招惹了黄袍人的妻子 就在两人缠绵之际 黄袍人提刀闯了进来 看见自己被戴绿帽子 他愤怒地朝段正纯砍去 段正纯眼几手快破窗而逃 黄袍人紧追不舍 两人在庭院里打得不可开交 段正纯使出了独门绝技一扬指 击中了黄袍人的双腿 黄袍人摊坐在地中骂道 这比仗二十年后再算 便起身想要逃走 段正纯再次使出一扬指 击落了黄袍人的两条双腿 黄袍人落寞逃走 这二十年里 黄袍人勤修武功 准备向段正纯报仇 段正纯 你的死气到 他装上了一副两米长的铁腿 还收了一个长得像怪物的小弟 岳苍龙 吩咐他去抓段正纯的儿子段玉 岳苍龙武艺高强 头硬无比 穆婉青也不是他的对手 透骨剑也对他毫无作用 岳苍龙使出龙虾前勾住透骨剑 把穆婉青打倒在地 还打伤了穆婉青 段玉剑撞连忙骑马带着穆婉青逃走 苍龙赶忙在后面追赶他们 谁知这岳苍龙不仅跑得快 轻功也了得 将二人连同马匹踢下万丈悬崖 幸好二人抓住了树枝才勉强逃生 之后段玉为穆婉青治疗伤口 还为他吸掉了肩膀上的毒血 穆婉青对他心生感激 萌生爱慕之情 谁知就在他上山为穆婉青寻草药时 不小心踩中了一条大蛇 此蛇正是传说中的猪肤毛 段玉眼见要被卷死 他使出吃奶力气咬住蛇的七寸 吸光了猪肤毛的血要和他同归于尽 但是吸了血的他体内暗流涌动 晕死过去 就在段玉昏迷之际 月苍龙追赶而来 他想要摘掉穆婉青的面罩 穆婉青发过誓 如果有人见过了他的容貌 不杀他便嫁给他 原来穆婉青从小在母亲膝下长大 在母亲的培育下练就了透骨剑 武功高强所向披靡 在他准备去江湖上闯荡时 母亲嘱咐他用面罩遮住脸 不许男人看到 因为世上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穆婉青此时身受重伤 无奈之下只好面对段玉摘下了面罩 段玉也醒了过来 此时的他武功大增 从手中喷出赤龙魂 在一番打斗中击飞了月苍龙 面对美女的求婚 段玉来者不惧 两人情定终生 随后段玉带着穆婉青回到了大理国 穆婉青这才得知段玉是大理国皇子 段玉父母心里乐开了花 以为马上就要抱孙子了 却不知悲剧才刚刚开始 晚上段玉父母设宴招待了穆婉青 吃饭时穆婉青看见了书白凤手上的红痣 认出他就是母亲的情敌 起身便要动手杀了他 段正纯及时出手点学定位 随后得知穆婉青正是秦红眠的女儿 便把穆婉青引到密室 告诉他自己正是他的亲生父亲 而段玉是他同父异母的亲弟弟 当年秦红眠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 但是段正纯并不想负责 还想把孩子推给黄袍人 秦红眠想与段正纯一块走 不料未婚妻书白凤赶了过来带走了他 临行前还羞辱了秦红眠 穆婉青不信 段正纯拿出玉佩 这与母亲给他的玉佩正是一对 穆婉青才接受了这个荒唐的事实 而另一边 段玉也从母亲口中得知了穆婉青的真实身份 一时难以接受 打退守卫准备离开皇宫 此时黄袍人和月苍龙也赶来 黄袍人几招打退了守卫 又用月光掌击晕段玉 之后他们又抓住了想在河边寻短剑的穆婉青 将两人带到了万劫谷 万劫谷的谷主也被段正纯戴过绿帽子 与段正纯有着深仇大恨 因此他与黄袍人联合起来对付段正纯 他们将段玉和穆婉青一起推下地牢 想让地牢里的天山巨猿吃了段玉 吸收段玉体内的功力 然后他们在控制巨猿就能称霸江湖 巧合的是 万劫谷的谷主就是钟灵二的父亲 钟灵二见此情景 连忙用小蛇向段正纯和段正明报信 收到消息的两人带着四大侍卫急忙赶来救人 几人话没哆嗦几句便打了起来 黄袍人口吐真火丢出火光弹 一双鸡爪腿还能伸缩 段正纯哥俩也用遗养纸应战发出激光 可终究不敌黄袍人落入下风 另一边段玉与穆婉青也醒来 两人想办法逃出地牢 可无奈地牢顶上的巨石太过坚硬 连段玉都无法击破 就在这时天山巨猿被放了出来 巨猿咆哮着逼近了两人 可两人不是巨猿的对手被打倒在地 在这危机时刻 穆婉青看见了地上的避雪蛤 急忙让段玉吃下它 段玉吃了以后功力加倍 发射红色激光打向巨猿 随后卸下来巨猿的手臂 接着一头撞出洞顶 两人逃了出来 段玉又发射双色光波击破了石屋大门 穆婉青被击破的石头砸晕了过去 随后段玉抱着穆婉青逃出了石屋 正巧遇见打斗中的黄袍人和段正纯他们 黄袍人见段玉的神功一称 便向段玉发此攻击 他的月光长终究不敌赤龙魂 黄袍人又趁机喷火 此时钟谷主偷袭段玉 情势危机 穆婉青这时醒了过来 眼见段玉身陷困境 急忙上前与苍蝉对战 无奈功力太弱被缠住 钟灵二不忍段玉受难 阻止自己的父亲 没有了钟谷主的攻击 段玉击退黄袍人上前帮穆婉青 黄袍人没有死心 随即伸出鸡爪腿向段玉袭来 危急之际 穆婉青帮段玉挡下了这一脚 身受重伤 段玉使出浑身功力 成功击破了苍龙的头 又打中黄袍人 黄袍人瞬间灰飞烟灭 而穆婉青因为伤势过重没活下来 段正纯伤心欲绝懊悔不已 影片最后 段玉与钟灵二在一起了 两人策马奔腾浪迹天涯 这一切只能说明 做人千万别风流 这是一部1977年的天龙八部 剧情脑洞大开 镜头动感十足 运用了大量的光学和传统特技 颇有葫芦娃大战奥特曼的感受 现在看起来比较搞笑 但是女主的颜值一个个都逆天 你们认为哪个更美 那我们先讲吧 好